大家好,我是勇敢的阿里 我们现在要马上出发连夜奔袭哈尔滨 1000多公里就是为了送一个配件 跟他 在稍后的视频你们就知道我们去干什么了 我刚刚从驾驶位置到了休息位置 因为我一口气开了260公里 现在轮到胡叔开车了 旁边的领航员是九折 九折刚来墨河就被我派发了任务去哈尔滨 拯救越野林 难得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带你们欣赏一下窗外的美景吧 看过我们墨河的蓝天白云 也不输为西藏啊 跟西藏比我们的蓝天更暖色调 更天高云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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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了加哥大席 先要吃点饭 休息一下 继续赶路 一下家常小碗菜 我们已经开吃了标准的小碗菜 配白米饭 天亮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五点十分 最美的日出送给你 这边日出还晚一些 嗯 木车更早 像个鸡蛋黄一样红红的 我们距离哈尔滨 还有三四百公里了 兄弟们一千二百公里 昨天下午四点钟出发 现在已经抵达了 看看啊 九泽跟胡叔在刷牙 我也准备刷牙 然后跟月野林会合 一会给你看看我们的新设备 哎呀 欢迎亚洲男摩啊 时尚男摩 腐鼻林 你这是咋的眼睛出啥问题了海王 啊 哈哈哈哈 问了 累的 牛不牛逼就问你 就问你哈啰哨不哈啰哨 必须的 一晚上就干到 带着配件 1173 小包给你拿不上啊 正常你都给俺仨拿不上 你个腐鼻 那么睡得跟狗似的 还得我仨给你摆包子 我昨天下午干了七百七百五公里 啊 年年年年年年长了 行了 吃饭吧 南北吃饭吃饭 看看啊 我梦寐以求的车终于安排上了 该说不说的 全款毕竟自己喜欢一回就越连 哈哈哈哈哈哈 s9 说来求这个车来了 大老远是干啥嘞 因为拖车杠的拖车沟跟拖挂房车是不行的 我们过来就是弄这个事 你好这个高级哎 这是电动脚踏啊 这玩存是狗肺的安装的你知道吗 越野整这玩意儿又没有万一绷上石头掩住了 就肺了 直接碎 二零一八年 s9 存一手啊 女士用车 无水渊 无事故啊 哈哈 这是这设计是为谁的 为老太太 对老太太开人 s9越野下 对 那只正是老太太也是不想奋斗了 哈哈 我们此次来哈尔滨的目的就是求另一个我的小琢挂 我们团队有三个 因为此次你们可能也知道小鸡小草他们世界伯他们要弄一个大头挂 可能目前的话有点困难 厂商赞助也找不到 那我就把所有小头挂集中起来 然后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可能是没有能大头挂达到我心中的理想 但是这个也不错的 呃 我我依然负责拍摄啊 就是他们仨干活 你们别喷我 哈哈哈哈 加油来越野 国际南模 大哥你都没有九泽阶段啊 停停停停 现在又想办法 把它连接起来了 因为这个脱钩不专业 我们把它更换掉 改装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也俩的就是轻而易举 啥车戏没玩过 该说不说 我都不用说干哪 我胡说就马上搞定 再把它拆下来 啥呢 啥呢 拆下来以后把这眼一插一紧 就完成了这个脱啊 脱钩的安装 现在只要把它扣拧死就完成了 电两个电有点多吧 会不会撤一个 不多 你别拧不到有点 现在都平了 来 把它撤回来 打过来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看开门的 能不能打开 没问题 开门自如 朋友们你们总是想看我们的新设备啊 现在时机差不多了 18号彩线 设备逐渐到位 这是越野林新配的一辆 脱钩拉着浑墨盒 我们中途呢 一会儿还要取一个脱钩 争取一次性 把它搞定 拉回去啊 好 出发 哎呀 真有配置啊 行啊 哎呀 你该不推完全推过 你该不推完全推过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墨盒 专线 从哈尔滨发往墨盒的平安物流 我们有两辆这个拖挂 事前考虑 还是发布流走一趟 再拖走一辆 现在把它弄到车上去 没事 没事可以 没事没事没事 写吧没事 没事没事 别碰别碰九泽 它挺稳的 把这收了红桌 不用摇不用摇 直接拔 好嘞 一个叉车都搞不定啊 又来一个叉车 真是很厉害的师傅 能用叉车开啤酒瓶盖 事整大了 现在三个刹车了 但是目前是施工是非常安全的 没有碰到车一点车漆 都是在梁上在进行施工 这些专业的技术工人啊 真的是给他们点赞 太厉害了 起来了 OK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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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完了 三辆叉车一起 然后续了点人工 一起把它放好了 后天早上墨河见 这辆在装车拖走的话 就完活了 可以回墨河了 波哥老是强调 没有钥匙打不开 没死我了 或者说你以后别闹 你很多地方都没锁 已经挂好锁死 准备出发 直到现在的话 阿灵可以说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有四辆车 三辆H9 一辆坦途 四辆挂车 已经全被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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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